Hello 大家好,这里是Peter from ApeUni 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口语的基础训练方法 这个方法对口语任何提醒的答题都是有帮助的 大家还记得这个页面吗? 这是我们在之前的口语评分规则的视频中和大家分析出来的口语的评分事项 发音、联读、重音、节奏感、不卡壳、不回读、速读 是PTE口语答题中大家都应该注意的 如果不熟悉的同学可以回头再看看那个视频 这些点也是大家在口语的训练中得时刻检查自己的方面 只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学习才会有效果 我们大多数人在学读英文的时候都会有这么几个不足 第一,是发音不标准 某些单词不熟悉或者之前一直的发音方式就是错的 第二,是口型不熟练 读英文时舌头容易打结 因此就会卡顿、不流利、速读也不快 第三,就是节奏感不强 不知什么地方应该轻或重 什么地方应该缓或急 接下来我会教大家一个训练方法 只要大家训练方式到位,每天花上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去练习 一到两个星期就立马能体会到自己在发音流利度方面的提升 OK,这个神奇的方法就是模仿原声跟读 就和小孩子学习说话一样,也是通过模仿 学英语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通过模仿母语人士的说话方式 这里我推荐大家跟读托福93篇 因为它的词汇同PTE一样,也是偏学术性 将对大家的口语以及听力都会有帮助 大家先跟读一句话,学习它的发音、语调、节奏 比如说这里是托福93篇的第一篇的第一句 我会放它的录音,然后我自己练 Community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ducation here at our university Community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ducation here at our university 这句话我在准备这个教程时,我已经练了很多遍了 所以大家可能听上去我读得还不错 不过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读的时候 Community service读得很笼统 我的嘴型无法变化那么快,把整个单词Community读得很清晰 Community 我就会对这个单词一遍遍练习 Community serv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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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我觉得我发音比较适应了 我再继续 之后我又发现我对于component of education这个地方读起来很拗扣 尤其在off这个地方,然后我就会回去再听它的录音 我现在再放一遍录音,大家注意一下component of education这里的发音 Community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ducation here at our university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off读得很清 component有中读,component of education here at our university component的中读让我感觉在off这里有个喘息的机会 component of education,component of education,component of education 我再试着读的时候就感觉好很多 就是这样,需要一遍一遍的更读,模仿 来让自己的发音和流递度也接近于完美 然后在自我感觉每个单词我都能发音比较标准 朗读比较流利之后 我会尝试一种方法叫做shadow reading shadow,影子的意思 shadow reading,影子朗读 顾名思义,这是边放原声录音,我一边朗读 这样子就可以发现自己更细小的问题 比如节奏是否完全一致 语速是否太快或者太慢 发音是否有不一样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Community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ducation here at our university 我之前如此练习时会发现 at our university 我的at our的发音有些慢 它的会稍快一些 at our,at our university,at our university 我就会针对这里多练习几遍 直到最后我感觉这句话我能全部跟上节奏 速度,语调,这句话的练习才算OK 我才会进入下一句话 重复刚刚的步骤,继续练习 当我练习完成整一段之后 我会回头来把整段给读一遍 来保证自己能流利地读出来 然后练习下一段的每一句 再是整段 这样每段练习完之后 我会把整段给回过头来读一遍 读到我能保证至少能够发音清晰 流利 这样子练习非常费力 而且感觉进度特别慢 但是相信我它是值得的 它会很好地训练你的嘴型明活度 培养你的节奏感和 一扬顿错的朗读能力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自己不需要追求最高分 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因为只有严格要求自己 才能使自己真正在发音和流利度上有质的提升 而发音和流利度在口语中的占比 实在太高了 一定不可以懈怠 时间比较紧迫的同学可以分配少些时间在这个的练习上面 但一旦练习就请高标准要求自己 不然就会徒劳无功 白练 最后给大家布置作业 去练习托付93篇 挑一篇去练习 尽量每天练习至少一个小时 如果时间紧张 练习15分钟也好 但每天都得练习 不然练好的嘴型灵活度又会生疏 追求完美的发音和流利度 不要追求训练篇幅的长度 有的同学技术好的可能一小时可以练半天 有的同学可能就只能练习到一两句 但没关系 把练好的一两句给录音 然后提交上来 我会给大家批改 然后给出一些建议 在下一个的小视频中 我会和大家推荐几个 在电脑上和手机上练习的软件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祝大家学习PTE的过程中顺利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